蒋介石是杀人魔民族救星复合体 蒋介石在台湾是杀人魔,在中国更是 蒋抗日靠美国,台独说古宁头大杰靠根本伯 11月25,2021,蒋介石历史评价大变 文化部长李勇得在中正纪念堂讲中正总统与台湾客展说 蒋介石杀人魔与民族救星兼而有之 但蒋在台湾白色恐怖228外,在中国据统计杀千万人 对日胜利是靠美国丢原子弹,古宁头大杰靠根本伯 而所谓的土地改革跟者有其田,除了地主不爽电农也不满 还有蒋介石政权在台湾施行的国民教育不过是 遂行其大中国思想的殖民教育,若蒋介石没来台湾 盟军就会接收台湾了,所谓蒋介石防止台湾被赤化 不过是国民党的洗脑教育 凡此种种,蒋介石是百分之百的大恶人 民进党文化部长李勇得还在中正纪念堂搞讲中正总统与台湾特展 根本会对转型正义,是台湾与中国历史的悲哀 以现在流行的台湾史观与台独长提的主张,蒋介石在台湾是万恶不赦的杀人魔 根据中国14亿人的史观,蒋介石在中国是万恶的魔头 例如当年蒋送孔城滩乌腐败,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与国民党领导抗日 正面军是国民党军,但真正打印仗的却是共产党 所谓的飞虎对共产党根本不太纪念,只有国民党喜欢谈 对台湾人来说,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就是敌人 广大台湾人要志愿从军跟着日本屠杀亚洲,现在民进党对台湾人的教育也把中国抗日战争当成外国史在教育 就像许臣平在,台湾教科书之乱,抗战史缩水检讨盟军空袭的战争责任指出 太语版教科书完全省略918事变,128事变,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运动,汪精卫政权,731部队与细军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争眠远征军 只谈1937年卢沟桥事件,西安事变放在后面张杰东亚共产政权的发展与影响裁奖,至于共军对日作战部分,当然不可能提 很多人对这种克纲极度不满,但台湾人本来就把中国当敌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台湾人本来也就是跟随日本侵略中国的共犯 蒋介石蒋经国被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当成外来政权,陈水扁也在总统任内说台湾就是台湾,到底中华民国是啥米碗糕 蔡英文曾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蔡英文更与总统任内英正洪一请求在当年日台战事皆为同袍,生死与共,融入同弹的台湾之塔上庶民 换句话说,现在台湾教科书没有弘扬大东亚共融圈的正当性,已经是台湾人及台独千人万人的结果了 现在台湾人使官就是把当年中华民国当成死敌,要强调盟军轰炸台湾却不教育台湾是日本轰炸屠杀中国的基地 不谈日本把台湾当成残害虐待盟军战俘的战俘营,又不谈盟军战俘在台湾死亡率最高,更不谈令人闻之丧胆残暴至极的福尔摩沙首位 这种种就是完全美化台湾人日台战事皆为同袍的大东亚战争 这样的历史观,就是回复到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人是中国人为死敌的过去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虽然他与国民党自认是中国政统,但却无视中国人早已厌弃这个腐败到极点的政权 还以为只要蒋介石登高一呼反攻大陆,全中国人都会拨乱反正,但事实是到蒋介石死之前与之后,蒋的妄想中未成真 另一方面,文化部长李勇德竟说蒋介石是杀人魔民族救星坚而有之 台湾人与十几亿中国人认为蒋介石是杀人魔是一回事,谁会认为蒋介石是民族救星? 就老一辈的台湾人来说,李登辉说他22岁以前是日本人 郑鸿一几年前说他父亲当过日本兵,抗日部队是与他父亲为敌,政府要纪念抗战胜利 你觉得我爸爸心情怎样?感叹好,还有当时台湾人要跟着日本人总玉碎去与中国人战斗至死方休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是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人的民族救星 之后,台独主张蒋介石是受了麦克阿瑟盟军一号令非法窃战台湾 民进党如徐嘉青又认为蒋介石时代的金门战役古凝头大劫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战斗 所谓反共保台根本是蒋介石把台湾拖下水 后来因为寒战与冷战格局,美国人绝不会放弃台湾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是1949年后台湾人的民族救星 即使是蒋介石的反共,曾自命东厂的促转会也大举平反共谍 共产党,被中国共产党列为烈士的无实事不当审判 立法院更以立法撤销判决的方式,让不法判决不再存在 包括曾加入中共,并武装反抗中华民国政府的农民领袖简吉等人 台湾促转会2018年10月第一波撤销有罪判决者中 至少有208人名列北京西山烈士墙 12月第二波撤销者中,至少有201人名列强上 合计前两波台湾官方撤销有罪判决者 有409人是中共列名在册的共谍 图片说明,无实判决书,影自促转会 这也就是说,即使是现在反共的台湾人 转型正义也不能认同蒋介石 蒋介石绝不可能是台湾人的民族救星 若说到中国大陆,现在十几亿中国人根本不认为是蒋介石领导抗日 是张学良杨虎城用西安事便打醒了愚昧的蒋介石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为王的历史关头 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 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据此,14亿中国人根本就认为共产党才是民族救星,蒋介石才不是,逗号 在中国对日抗战阵亡的将士中,习近平首先提到的是共产党员杨靖宇,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同龄阁将军排到第五位之后 在十几亿中国人心中,抗战主力就是共产党,蒋介石不是 或许有一些老派受过蒋介石殖民教育时骨不化的人,就像文化部长李勇的才会说蒋介石的评价包含民族救星 但现在台湾的教科书不但强调盟军轰炸台湾,也强调强调花源口决堤是伤害人民的作为 许臣品说,汉林版称,国军为防止日军南下武汉,在河南花源口将黄河决堤,已造成泛滥区,阻敌前进,人民因此受灾 龙腾版说,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沿黄河西进而自行炸毁堤防,史称花源口决堤,不仅造成黄河下游近百万人死于决堤后的洪水泛滥,也引发数百万人的逃亡潮 太语版则是用单独断落,百余字,对此琢磨最多,战争所造成的伤害不一定由侵略国造成,有时抵抗国为追求最后的胜利,往往会采取一些战略手段以达目的 当时中国为组织日军从北方南下武汉地区,在民国27年1938年6月下令炸毁黄河花源口提防,因提防绝口造成近90万人民的死亡,同时也造成人民经济财产的庞大损失 现在与未来台湾人从小受到这类教育后,根本不会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的民族救星,受共产党教育的中国人更不会 文化部长李勇的的前任郑立军说蒋介石就像希特勒欧洲会对希特勒歌功颂德吗?李勇得说蒋介石评价竟还包含民族救星,是世代差异还是被蒋介石殖民教育洗脑太严重,在可见的将来,所有新一代受教育的人都不会认为蒋介石是任何民族的民族救星 我11年前就说蒋介石的历史地位还没到谷底呢?现在台湾人自己的教育都批评蒋介石在中日战争的作为,还有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否定,蒋介石的历史评价在未来必然会直达18层地域 那,文化部长李勇得说蒋介石民族救星,是要洗脑谁啊?最后补充一点,蔡英文因为台湾远东集团违反环保,劳动法令就痛骂共产党北京当局的做法只会让两岸越走越远 台商企业在中国破坏环保压迫劳工就被台湾人认为会让两岸越走越远,可见两岸价值观天差地别 何况,民进党完全执政以来让台湾教育完全扭转过去国民党时代的抗日史观,中国人那边是抗日史观 台湾人这边由蔡英文领衔书名当年日台战士皆为同袍,生死与共,融入同弹的台湾之塔碑纹 两岸本来就没有越走越远的问题,而是自古以来就是死敌啊 Blackjack 2021年11月25日,蒋中政特展至台工过史料并沉 2021年11月23日2点44分联合报,记者陈婉切美台北报道,文化部长李勇的,又,昨在策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昨,到揽下,参观蒋中政总统与台湾特展,记者胡金周摄影,蒋中政总统与台湾特展昨于中政纪念堂举行开幕典礼,文化部